本來我參選要面對很多抹黑打擊 很多的戴紅帽 甚至你的鬼怪我們都有心理阻罪 但是我們亂來沒有想到 我們最重要的第四權 也是主題自由時報 既然被扭計事實 黨統華裔 對我們不滿意的地方 他就用酷妹的消息來登 每天我們看到 自由時報已經變成了 鄭英鵬的文献品 鄭英鵬 後面到第13月一樣都是鄭英鵬 這是鄭英鵬 所以這個已經讓我們台灣走最後一里的民主的道路帶來很大的傷害 那當然這個我們知道這個傷害 實在講讓我們感覺到像回到了國民黨統治時代的 自由時報變成民進黨的中央時報 那麼這個對台灣的民主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他就要登我們的一定是負面 就要登鄭英鵬的就變成個文献 而且量很大 那麼 這個造成了整個 社會認知的錯誤 所以這幾天我們可以看到 頭版這幾天的頭版 通通跟鄭英鵬的浮潛有關 那麼這個實在講是對台灣民主最大的傷害 那我們看到說周英鵬在咬這個 鄭英鵬法師 這個直接上任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 要他道歉 我們提出了 攻擊他的語言 但是通通被封殺 通通被封殺 那我們就要直接對社會的貢獻 對社會的誤出 不管怎麼樣不應該是 用政治的角度來 打擊他 但是我們就看到 自由時報通通通殺 更嚴重的是所有的論文抄襲 那中央 大寫經給我一個公文是我們要抄襲 更嚴重的是 這個所謂的論文抄襲 前台灣 我講前世界 知道台語言 這個改革民靈化 我是唯一的一個 那我要抄誰的呢 但是看到 自由時報就拼命等 對於這些不公不義 又再的變成打擊台灣的民主 我想並不適宜 所以我們呼籲 自由時報趕快改善 也趕快改正 要不然的話我們想要花錢 讓前台灣來抵制這個報紙 讓台灣知道 我們回到戒嚴時期 這是對台灣最大民主的傷害 也是台灣最後一里路 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不改 世代